你像我身边也有一些年轻人啊 他的那个意思就是 他确实感觉到社交上面呢 他不敢不大敢出门 不叫社交恐惧 而是他闹不清这个分寸 就是他跟人交往 跟什么人同事也好 或者年龄大的年龄 他怕冒犯人家 或者他也不知道 你们这个圈里什么交际规则 于是他最后的选择就是归缩了 就是那我干脆少少少 你看但是你的问题呢 是在舞台上解决了 对 你找到了这个 然后又用于自己的生活中 所以这个真是脱口秀改变人生 所以你现在也不应该要钱呢 改到这儿来了 改变太大了 来这儿也没关你要钱 怎么到这儿来了 我觉得这个在舞台上 跟在生活中有点区别 可能生活中 比如我冒犯你会什么东西 就像手过去一样 我觉得这个舞台上 感觉像触虚 昆虫那个触虚一样子 就也能伸很长 但是呢 又不会真的触碰到你 就一下就收回了那个感觉 我觉得这有的时候 看听众的 就是你比如说 其实有的时候 你在公司里面 不敢跟同事 不敢跟老板开玩笑 是因为这个特定的人 他接受不了玩笑 或者说我不确定 他能不能接受这个玩笑 而且明天你还会见到他 不要观众明天就不一定见到 是啊 那我与其开一个糟糕的玩笑 我还算了 那我就缩缩缩 我就缩就好了 所以说他爱看我们 他觉得说你们在一起 还有同事关系 还有上下级关系 你们还能说这种话 然后他也不觉得感到冒犯 或者说生气 他同事知道你说的是一个玩笑 甚至会接你这个话茬 再回对回来 他觉得这个事情看得开心 但其实是一种 在一些职场里面 得不到的一些寄托 其实是 你们现在感觉 就是说 有些人说 不是我说 我接触的年轻人 我发现都挺扛造的 对吧 就是说 现在很多年轻人 就是说话实际 就是听的人很玻璃心 就一不留神 就容易让他不高兴 你们有这个感觉吗 嗯 我有一点这种感觉 感觉 但也我不知道 是不是年轻人了 反正就是整个的观众 观众感觉 我们现在讲的东西呢 嗯 在合规合法的情况下 你也要考虑 受众的感受了 在最开始的时候 比如15年刚开始讲的时候 那真是 胡讲乱讲 就是 就是怎么讲都行 那观众呢 那顶多他就是不笑嘛 嗯 但现在呢 你确实会考虑 有一些什么东西 会很 让观众听得很不适 啊 就是比如说 网上如果有些人 听了你们的段子 觉得不舒服了 会对你们构成实质性打击吗 其实在脱口秀 观众的这个范围里面 其实都还好 他知道你是个玩笑 没问题 就比如说 我说这个前段时间 我在那个体育场里面 说这个足球啥的 其实你也是本着爱的 这个心态去说的 这个实话实说是这样 然后说完之后 没问题 播出来之后 脱口秀的观众 其实看了都很开心 啊 但一旦什么上热搜了 就是什么 普通网友 普通网友看见了 你说你谁啊 你爱足球吗 你懂足球吗 你就开始说我 但实话实说 他们这些 我也不计较 就是我也不管 你不是我的受众 因为他们根本不管 你的上下文 他是中间的第三句得罪他 但你真是脱口秀的观众 在那陪你两小时 他就知道怎么来那一句 他记得整个过程 所以冒犯其实都是在于 不知道语境 他甚至都是 不是那个上下文 他又看一条热搜 看那么一句话 他就开始摘出来 就开始骂你了 那我还能照顾聊那么多吗 对啊 那我还公布工作了 我讲不讲了 这个现在我觉得 他是专业生气的人 对啊 对 真的 他干啥都生气了 但是就是问题在于 谁都是能够在互联网上 平等的发出声音 对吧 但你有发声的权利 我有不生气的权利吗 你这些我不生气 那总归可以了 我也不跟你对骂 我就这样呗 所以你看 但是有一些网友 你的不生气 对他是非常大的二度伤害 是 你得罪我骂 你装没听见 对 史航老师 你有研究这个吗 就是中国这个脱口秀啊 这两年这么样的成功啊 但我倒觉得 他有一个 他跟国外的脱口秀相比啊 有一个特别大的特色 就是我感觉他的内核是属于青年的 就年轻人的 你比如你看西方这种脱口秀 咱们感觉他们那些段子啊 包括他们的受众 好像年龄层次就比较多 是 对吧 我觉得他们说的 我说不来 为什么呢 就是对青年人生活的那种了解 包括对他们吃饭 是吧 这个小饭馆排队 坐地铁 就是办公室里的 这种在在的 就是他们这种生活的接触感 太强了 我觉得就是这个艺术形式 它引入的时间积淀 就跟上个世纪 刚刚中国有话剧 有文明戏的时候 那个时候 因为也不是老头来看 也是都是李云日学生 李淑彤他们演 同等岁数来看 那么他们呢 就说得有特别 刚来的观众 肯定不是老头老太太 肯定是年轻人 所以他肯定得谈IT 谈恋爱 谈职场 谈吐槽老板 这些事 就大家才能够 彼此发现 我们是一伙的 我觉得哎呀 这是你们说的好亲切 就能让我想到 我的团队啊 很多年轻人 他们平常的 那种生活 聊的那个天 但是永远有一个问题 就是成功了 对吧 挣点钱了 那么生活也慢慢好了 就是往往人们 就会有这种问题 那你担心不担心 有一天 你离这个青年人 现在的这个 特别是很多 苦苦挣扎的青年人 离他们的那种 叫台湾人 叫在地啊 就是特别在地的 这种生活 会不会远了呢 我觉得首先 就我个人而言啊 生活还没有达到 那个程度 说脱离群众 哎 我们觉得周老板 早就达到这程度了 仍然是群众啊 我的政治面貌 还是群众 这是伪装群众的 富农 我看你是 然后这是一点 再一个就是 其实我觉得 我是观察 国外一些演员 有的时候 会有一些 这样的情况 比如国外有的演员 他非常成功了 那他在后面的专长 你会发现 他讲了很多 自己跟名人之间交往 是怎么怎么回事 你就感觉 稍微脱离了一点地气 但是还有的演员呢 他讲到老 他再怎么有名 他仍然非常吸引观众 就是因为 他的话题扩大了 他不再是 关于自己本身的那些事了 我的生活怎么样 我跟别人交往 他讲的是一些社会议题 大家都关注的一些社会话题 或者是讲一些 比较共通的人性上的话题 你一个人 比如老头 他再怎么有钱 他也要面临衰老这个问题 所以他就会在台上讲衰老 讲自己的同龄人 差不多都去世了 他每天在那个本上 把这些人的名字划掉 就讲这些问题 那这些问题 你不管是穷富 其实都有共鸣 这个智慧 就是李淡老师不是说 每个人都能讲五分钟的 那个脱口秀吗 我发现还真的是 每个人 你自己啊 都有最好笑的 那么几个段子 甚至你可以讲一辈子 喝完酒跟哥们儿啊 拿出来压箱底的段子讲一讲 但是你像我们这个 做几十年节目的人 我一想就是这些 早已经平均讲过三遍了 但是这是最有把握的 肯定像 但是你再讲 你不能再讲这个了 那么你讲什么 你想他这个就普遍人性 对我觉得就像 比如说我恐高 我也可以是在爬一个什么 什么宝塔上 在那顶上恐高 我也可以在山上恐高 我也可以是在一个楼顶恐高 就是你自己好像是有变化的 地位有变化 接触人情有变化了 但那个心态其实每次都是重新体验 因为恐高症这个东西是戒不掉的 其实就是人性中的你所有的皱褶 都是戒不掉的 有ischen感觉